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 如陶学威农 咖喱辣椒 唐国虎点秋香等作品 给很多观众带来了许多的乐趣 周星驰于1980年 周星驰拉善良朝委报告无线电视一元十一期训练班 但是毕业后一直以农套的身份维持生活 在1988年无意间碰到了李宗盛 才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 前期关于他的表演评价是 流于表面 表情做作 略显浮夸这时是俗之人对周星驰的看法 但是在香港观众和评委演中 周星驰只能算上纯粹搞笑 不能成为演技 但是自从喜剧之王之后 周星驰的表演风格走向自然 平时以黑色幽默代替了之前夸张的搞笑方式 不得不说 周星驰的很多影片小编 都会在闲暇之余重文以别 第四复名 周润发说起周润发 大家下意识地想起 但是那些经典角色呢 是赌神里的高进 还是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 还是监狱风云中的中天正呢 说起周润发最有感染力的当属他的笑容和从容的态度 时而庄重 时而灰险 潇洒中带着玩世不恭 廖廊当中却有正儿八经 周润发的帅气面孔和招牌笑容无异让很多观众喜欢 但是饰演底层人物时 周润发没办法把自己的气质沉淀下来 但是无论如何 周润发是吧 演技和魅力结合的最好的一位演员 1980年TVB电视台播放了25集电视连续剧《上海滩》 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周润发在这部戏中的演技魅力十足 把许文强的忧郁 矛盾 忧郁 冷酷的形象表现得淋漓紧致 该片堪称是中国电视史上最成功 最经典的电视剧 小编觉得周润发在江文导演的让子淡飞 比和江文的就捉上了对话 称为经典镜头 第三名 吴振宇 吴振宇被香港娱乐圈 称为东邪黄药师的称号 他的角色总是带着一种邪气 角色大都没什么表情 从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神经质的意味 吴振宇特别适合出演一些另类角色 1983年 吴振宇在TVB议员训练班参加艺人训练 在正式毕业之前 吴振宇都是在各大影视剧中跑龙套 在射雕英雄专以及录顶记 中都有他的身影 吴振宇由此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从蛊惑在钟亮昆一觉中 饰演神经 张狂 阴狠的黑帮大哥被大家熟知 其中当亮昆被警察击毙后 许多人都拍手叫好 可是到了2003年吴剪道二中 他一反常态 改用温文儒雅的方式去演绎黑帮大哥 颠覆了以往任何港片反派角色形象 并凭借此剧获得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第二名 黄秋生 黄秋生是在1983年入读香港亚洲电视演员训练班而出道 当时他不过是配举演员 知名度不高 为凭着在电视台之演出经验 在香港演艺训练毕业后才再加入无限电视 在1993年的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 钟黄秋生是演变态杀人犯 他精彩绝伦 神情兼备的变态演出 让人至今心惊胆寒 他成了华人世界的霍普金斯 之后出演的影片都是不温不火 直到2003年 黄秋生在《无间道一片》里 饰演性格正直的景观而大获好评 也摆脱了他过去变态老的影子 赢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第一名 梁家辉1981年 梁家辉考入香港无线电视台 第17议员训练班 与刘德华士同学 1983年凭借垂联听证 获得金像奖最佳男演员 是香港最年轻的金像影帝 梁家辉身上有种古典文人的气质 才被李汉祥发掘赏识 但就是因为这部影片 梁家辉被台湾封杀六年之久 梁家辉只能在文艺片中摸爬滚打 更是出演了法国电影《行人》 直到1997年出演电影《黑金影片》中 他饰演的是一位气焰嚣张 凶狠 恶毒的黑帮老大 当时电影上映后 很多黑帮老大都以这个角色为榜样 2012年凭借韩战入位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 更成功在第四度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